欧债危机的情势现在有很多的评论与分析 当中有经济分析对欧元区政府削减开支的能力存疑 认为由于整体的货币呢 以及信贷等等方面的问题 所以呢 让这个欧元欧债的这个危机到底还会持续多久 有很多的学者呢 他们是认为这个短期内可能还没有办法做结束的 这是在一个相关的评论的这个部分 那么在欧洲的金融情势的危机的情势上呢 其实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温家宝接受的独家专访当中所透露的一点讯息 此时看德国总理默克尔他在六年五度访华 形成的背后其实和中国满满的荷包有关 有德国的媒体近日就报道 德国企业对于中国的依存度不断的加大 德国企业对华的销售额预计将会在今年超过他们对美的销售额 那么至于相关的话题 接着我们要进行我们的总编点评 今天要请到的是我们吕宁斯先生 吕先生您好 您好考考 是的我们刚刚看到一连串 这么样特别是默克尔在华的行程特别受到了关注 这联动的议题包括中国未来在整个援助的力道上 到底有多大都是世界瞩目的焦点 对此相关的一个进程也要听听您的看法 对虽然德国总理六年间五次访问中国 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德关系比起中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来说 确实风波最多风波不断的 而诡计而有趣的是中德两国无论是民族性或者是生存方法论方面 却都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比如认真务实 谨言慎行 缺少幽默 不苟言笑 再比如埋头苦干 勤俭持家 审慎理财 量入为初等等 那么在政治历史发展中也有某些相同的做法 比如都重视集体精神 还有国家至上 在国策方面都推行过国家资本主义 或者叫做国家社会主义 过去有过 那么虽然这两个分别位于中欧与东亚 远隔千山万水的国家 好像是两个脾气性格相似的农夫 但是正因为如此 他们反倒很容易有争执 那么为什么呢 原因我想是因为地理文化 特别是宗教传统不同 价值观不同 甚至对立 那么这一次就算默克尔是代表欧洲来争取中国支援的 也难免带有德国人的固执 可是我们很高兴的看到 我们听到温家宝总理说出了一些很关键的信息 那么就是说这次我们想可能 中德两国这次会突破性的关系发展 那么如果这两个国家真的能够达成政治谅解 建立战略互信 对于欧洲 对于中国的发展 都可以说是 扶莫大言